把门把门 规则一用竹篮姐的精灵进行大师球单打会怎样呢 宝可梦珠子大师球三打三十二 先看我方剑容 是版本环境下过签的竹篮姐精灵 对手是目前比较主流的阵容版本热门精灵居多 面对对手阵容我们没啥胜算 只能出奇招 那么决定是你们了海蛊兽鬼盆栽和路卡利欧 对手手发古顶鹿 上啊海兔兽用隐形炎 对手的古顶鹿先手用出了隐形炎 海兔兽也用出隐形炎 第一回合无事发生 海兔兽用哈欠 对手古顶鹿第二个技能是撒铃 那这只古顶鹿一带吹飞 海兔兽的哈欠成功命中 古顶鹿开始打瞌睡 海兔兽连续的哈欠 对手叫回古顶鹿第二只精灵是快龙 那这个隐形炎正大发了 海兔兽再次用出哈欠 迫使对手交换精灵 对手叫回了快龙 再次开出了古顶鹿 看来对手没有再再富豪 那这局舒服了 海兔兽无限哈欠 迫使对手交换精灵 对手换下古顶鹿第三只精灵 居然是赛富豪 离了大府 有赛富豪不早点上 哈欠对赛富豪没有效果 海兔兽用大地之力 是赛富豪的戏法 海兔兽和赛富豪的道具互惯 海兔兽得到了讲究围巾 倒是个不错的礼物 海兔兽的大地之力 效果绝加打了赛富豪大半穴 并且降低其客房 这里对手肯定会交换快龙上场 那么接下来就交给鬼盆兽好了 果然如此 对手叫回赛富豪 派出了快龙 好消息是 我帮鬼盆兽成功抓到了快龙 坏消息是并不知道快龙的配置 鬼盆兽先用灵活 漂亮 鬼盆兽的先制之爪 发动先手用出灵活 并且成功命中 快龙被灼伤误伤减半 感觉胜利离我们很近了 诶 快龙的第一个技能是电磁波 持有物圣范还带电磁波 这只快龙很复古 鬼盆兽用黑夜魔影 我的天 居然还会再来一次 这配置难道是不妙 快逃鬼盆兽 接下来只能硬着头皮上路 卡利欧 果然如此 快龙最后一个技能是火焰漩涡 超复古的兽龙 把刚系的路卡利欧 克制的死子的 向力再慢慢远去 路卡利欧太精 一般也用处不大 只能用彗星拳组一下 好可惜 路卡利欧的彗星拳 差点伤害 没有带走快龙 快龙成功用一期 恢复到了健康的血量 获胜的希望非常渺茫 除非彗星拳触发被动 路卡利欧连续的彗星拳 路卡利欧第二发彗星拳 没有触发被动 快龙还在用雨漆 回复血量 火焰漩涡 还在折磨路卡利欧 路卡利欧连续的彗星拳 太不容易了 路卡利欧的彗星拳 终于触发被动 其身物攻 现在就可以在下回合 带走快龙了 路卡利欧 只有20血量 对手还有普顶路赛富豪 路卡利欧 给快龙最后一击 对手叫回了快龙 派出了赛富豪 隐形炎加上彗星拳的伤害 成功带走了赛富豪 并且再次提升攻击 但是20血量的路卡利欧 对上古顶路没有任何胜算 路卡利欧彗星拳 GG 古顶路太精水 路卡利欧的彗星拳 虽然效果不好 但是再次触发被动提升攻击 我今天什么情况 古顶路再次用出撒铃 不攻击吗 路卡利欧用彗星拳 无语 提升攻击的彗星拳 和第一发伤害相差无几 并且触发古顶路的文佑火 那这次肯定GG了 超级离谱 古顶路居然再次用出撒铃 这时候我严重怀疑对手在放水 而且是太精水的大洪水 路卡利欧的迪安发彗星拳 带走了太精水古顶路 对手只剩下没神速 并且速度比较慢的快龙了 路卡利欧给他最后一击 什么 路卡利欧带走了快龙之后 对手居然拔了网线 这又是什么情况